新冠疫情趋緩 但別忘了在危機時刻 有一群無名英雄守住萬花 保住病毒第一波攻擊 我從人是被強迫叫來的 我嚇倒了 我沒想到要放回去 就是人心是真的 越做越害怕 歷史古蹟化身抗疫堡壘 36天實際常攝展於今日開幕 透過影像紀錄和展示 重現36天快篩堡壘場景 台北市市長柯文哲 致辭一度哽咽 感謝相關工作人員付出 這個是這樣啦 現在事後看是當時有守住 如果沒有守住 總算你知道 總算在 謝謝大家 總算在最危險的時候 還是有把他擋住 台灣防疫的一個例子的一個 重要的據點 那謝謝大家 這個 應該在這個地方 守住台北守住了台灣 隔離一消毒設備 一張張的快篩戰運作紀錄 給市府文化局場景重現 要讓民眾體驗當時緊張氣氛 我們這個展場其實就是在當時候的 醫護人員使用的空間的後面的視聽室 等於說我們就是重現你走進來 醫護人員走進來的動線 疫情總有一天會結束 此刻充滿歷史記憶的撥皮疗 在天一庄動人抗議歷史 邀請民眾前來感受工部門與 醫事人員和民間攜手抗議的熱血歷程 ASPN 林辰菲 楊柏玉採訪報導 經濟超濃烈 кад枝 接著 我們要做到 我們要做到